歡迎大家來到Science Channel的時間 今次會討論一些 carbon-free fuels 即是沒有碳來做化學生產的燃料 聽起來很棒 所以沒有碳在裡面 即是可以減少二氧化氧排放 但他們也說有些 carbon-free dark side 究竟有什麼壞地方呢? 我們來看看 第一,這些感覺是什麼? 原來就是 hydrogen gas 和 aluminum gas 其實他們是可以沒有碳 明顯第一樣就是 如果做完出來的時期 全部都是水和 nitrogen 但是如果它是未能完全燃燒 或者會洩漏出來的時候 就有機會導致到一些很差勁的情況 情況是什麼? Using ammonia as a fuel could have a greenhouse gas fruits as bad as burning an equivalent amount of coal 即是原來如果真的流了出來 或者有些差勁的情況發生的話 其實是可以跟普通發生燃料一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potential side effect呢? 其實就是 原來我們只是太過集中在 carbon emission上 但是沒有想過它那個 leaking 或者可能是incompete combustion的時候的問題 那這裡其實就有些不方一轉 那前面呢 都是一些 introduction 那之後就說回聽 為什麼背景上我們會想做這些 沒有炭的燃料 那他就說 那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想找一些 穩定一點的能源 那也可以製造到電池 那也是可以可再生的 那之後 阿姆尼亞呢 更加有一個比Hydrin更好的好處 就是它更容易去liquify 因為其實容易變成液態化的時候 其實就會運輸得相對來說容易 和簡單一點的 那但是當你燒的時候 就有機會可以出到Nitrous Oxide 那這個是如果同學有毒化學科 也都知道其實它是有毒 另外其實它也是有greenhouse gas 那另外NOX也是在chemistry裡面有說 其實它是一個污染物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會導致photochemical swap 或者exit ring 那所以如果同學們去到這一刻 有毒chemistry 也有學到phosphil 就可以是時候回答 其實這個NO2 怎麼可以製造到exit ring 那這個繼續說下去 那其實呢 我們預計會使用的是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是 我們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簡單來說差不多有10倍 那 我們繼續說下去的時候 就是會說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都是一個預測 就是在說 究竟我們會有多少 會有出現這個問題 那其實真的不太多 可能是0.5-5% 就會出現這些reactive nitrogen 但是 當你越燃燒得多的時候 你的5%或者0.5%就會越嚴重 那這也是一個數學的問題 那所以 有些人都會覺得 其實會不會太過悲觀 那我們現在 會發現 其實新的機器 其實可能燒出來 都真的沒有那麼多 不過 有人說完它會不會很悲觀 那它都會說 留意 其實都有很多船 現在是用阿摩尼亞去推動 而這些船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 或者很難偵測它的 現在的 釋放狀態 就是0.4% 其實只要0.4% 是洩漏了 或者是有問題 其實就已經令到 整件有益的事情 就變成了沒有意義 那 而且是很難去講到 individual ships individual ships 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發電廠的話 我可以擺監測器 但是你有很多船 其實相對來說 就很難監測 那這裡我們就講完 的是關於 NH3 那下面他就想講 多一點H2的問題 那H2就是Hydrogen 也有問題 那同學們記得 在作什麼時候 有這些title sentence 讓我很清楚知道 由上面這一段 下來下面這一段 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轉了 那個 不封主調 那 而 一直講到Hydrogen 其實他都會講 有些radicals等等 的東西都會出現 那 而我們 在一個2002年的analyze 裡面都已經看到 這些Hydrogen 那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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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保存到1% 的話 是有用的 但是 你多過的話 就會有 像剛才所說 所以 目標就是 減到1% 的情況下 那 為了要 可以了解到的情況 第一 這些 是 這些 所以要真的知道的話 就需要做一些 好的 測試 看看 其實在現場 即是 在Field 是否真的有這麼多 所以 最後 也會有一個 Core for action 或者Current actions 這些都是 一些典型 科學文章會做到的事情 就是 好了 我們說完了 那麼多 其實我們現在也知道 有些問題 那有沒有哪些人在做什麼 或者我們又可以做什麼 那我們都會這樣做一篇 正面的文章完結 所以 那是什麼文章的文章完結 它說到 可能性的危險 被使用 Current-free Fields 像 H2 和NH3 的原因 是 Current-based Field 成為 Current-Dioxide Emission Combustion Ecology 和Current-Cycle 同學們如果有 到Bology的話 就可以refer到 Ecology的課 我們會學到Current-Cycle 那當中就是 Combustion的部分 It speeds up the climate change Current 180 million tons of NH3 per year is combust and in future the target will be 100 1600 million tons of NH3 per year And then production The goal is to switch from the fossil fuel and then to the renewable electricity to make the amonia and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are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1.Leakage 2.Formation of reactive Nagin compounds 3.Difficulties in monitoring because theyareindividuo chips How is it related to me It is good to have countersign in every development it drives people to do better and keep things on track besides I am happy to know ships are going to be powered by NH3 I think I think 任何事情都應該會有兩邊 有人會批評 其實事情會健康和正面很多 另外 很久之前 我都看了不少文章 關於船 用含流化石燃料燃燒 其實不單只會產生二氧化碳 亦會產生二氧化碳 亦會產生二氧化流 對環境和生物來說 都是不好的事情 現在看到它會轉去NX3的話 我相信對環境理論上會比較好 不過當然 亦都像這篇文章一樣說 我們都要好好地小心 去處理這些 amondia gas 否則它那個dark side 都會影響到我們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to raise a concern instead of fear we should support it with evidence although predictions can be wrong it actualize the worry the current leakage of H2 is temperature to zero out the benefit will be 1% leakage 我自己都很喜歡用一些數字 去說明一些事實 但是這個說明事實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prediction prediction有時候都是錯的 不過它正正好提供了第一個方向 告訴你 原來現在其實是流了10%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情況降到1% 讓大家可以實在地去做到這件事 今次的每週科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